美国CDC5月6日表示 正在调查25个州和地区的109例严重且无法解释的儿童肝炎病例 这些病例可能与全球爆发有关 其中14%的患儿需要肝移植 5名儿童死亡 几乎所有的孩子超过90%都需要住院治疗 目前尚不明确是什么导致幼儿出现这些病例 CDC传染病副主任杰伊巴特勒博士说 已经考虑了病毒性肝炎的一些常见原因 但在任何病例中都没有发现 在超过50%的病例中检测到腺病毒 尽管其作用尚不清楚 5月6日 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官员已经抵达北京 就解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审计合规问题 与中国方面展开新的努力 有迹象显示 这个问题渴望在近期得到解决 路透社5月6日的报道中 引用三名熟悉情况人士的话说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与中国证监会官员做出的这次努力 是后期行动 中方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外国监管人员进入中国会计公司进行实际检查 但是上个月中方做出了一项关键性让步 表示愿意修改海外上市规定中有关保密的条款 取消有关对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现场检查 主要由中国监管机构进行的要求 本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把京东 中石化等80家中国公司列入了预定摘牌名单 三名消息人士中有一位表示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官员 预计将在下周结束隔离开始工作 如果顺利的话 美国方面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 派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团队 前往中国审计机构进行实地检查 5月5日 加州立法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 该法案允许12岁及以上的儿童 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接种疫苗 目前在加州 未经父母或监护人许可 18岁以下的儿童无法接种大多数疫苗 包括新冠疫苗 据美联社报道 如果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加州将成为无需父母同意 即可接种疫苗的最年轻的年龄组之一 5月6日 位于古巴首都哈马那老城区 国会大厦对面的萨拉托加酒店 发生剧烈爆炸 至少8人死亡和30人受伤 救难人员目前仍在瓦砾堆中搜寻生还者 5层楼高的饭店正面 部分建筑和窗户被炸毁 灰尘浓烟冲天 这栋历史性建筑物应进行整修 目前没有接受客人 爆炸还波及附近多栋建筑 酒店附近的一所学校的窗户也被震碎 古巴总统府指出 初步发现这次爆炸是由于瓦斯外泄 5月6日 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第七次新闻发布会举行 会议通报 经过紧急救援 5月6日30.03分 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 事故现场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 共救出10人 遇难53人 在发布会上 湖南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吴桂英 与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 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指挥部 指挥长郑建新等市领导 和旺城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一道起立鞠躬 代表 长沙市委市政府及旺城区委 区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所有遇难者家属 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 向全社会做出诚恳道歉